YOW! 我是讀奇,非要的! 你看我的app的!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個拉麵小王子 絕對不是我會煮拉麵,是我喜歡吃拉麵 前陣子我們的U仔,Suzuki 它好像鋪了一個地方在灣仔吃拉麵 它鋪了之後,我覺得很棒 然後我今天就去試這間,我都不太懂的 這間店叫真舞少尼 最後那兩個字是日本漢字的東西 完全不懂得讀 這集當然我自己吃很悶的 我當然是請來這個對吃非常之資深的做廚師的Steven 但Steven這次真的遲到了 事不宜遲我現在是等著他 我進去拿個位置先好嗎 Steven說喜歡到 遲到了嗎 遲到了7分鐘 我們選擇食物 你喜不喜歡吃派麵嗎 我喜歡 我很喜歡吃日本食物 即是壽司、拉麵我都很喜歡 好,我們來吧 這個辣的 有普通鞋帶 激辣? 激辣有多激? 都辣的 如果你覺得辣可以給你選擇 我怕火燒含辣 普通啦 普通啦,我怕 我不懂打 肥的 減肥 剛才店員說這個湯底是炒的 我是極度不明白的 是湯來的,怎麼炒呢 我都沒聽過 其實是煲的 煲的我就聽過了 什麼叫炒湯底 你真的不知道 等等,真的要看看他們是怎麼炒的 不如我們現在進去看看吧 好 剛剛進去看 女廚師炒這個湯底 原來真的有炒的 真的有 然後它很有趣 它在桶裡面 滑很多一坨坨的東西出來 那些應該是美珍醬 炒飯又加水 你會不會試一下在家裡煮一下拉麵 很難又很麻煩 因為通常拉麵最重要的是湯底 我們那個豬骨湯 你起碼熬一晚 甚至是整個星期 聖節油 對 這麼誇張 有些會 就是不斷吃新的東西 不斷吃新的東西 不斷吃新的東西 不斷吃 家裡最好很難煮得出來 好吃的 它這隻不用咬 它都是美珍醬 這樣抽 它那些美珍醬 應該是自己開出來的 對 那我們試一下 我們多點一個期間限定share 試多點東西 吃的 吃的 它擺胃我覺得是一般的 我本身喜歡吃豬骨湯底 那它這個是美珍湯底 那我試一試它 是不是真的這麼好吃 來到拉麵店 一定要試每一間拉麵店 唐心蛋 看看是不是炸了 是唐心 謝謝 謝謝 再炸幾次 真的炸的 吃拉麵呢 首先吃些什麼 喝了就先 啊 吃的 哇 挺香的 我這款 是喝到一些火候味的 就是炒過的焦味 我也是 好像那些火醬壽司的感覺 對 好可愛 它絕對不會順色豬骨湯 OK的 這個湯是偏濃的 濃的 濃的 我最喜歡濃的湯 我也很喜歡濃的 對 不錯 剛剛好 如果它再硬一點 就絕對對 真的沒有鹹味 這個個人口味 這個 不錯 這個叫什麼麵 我剛才問 北海道麵 吃到叉燒 叉燒都還可以 但是我覺得黑眼不會正 這個 因為黑眼不能噴火槍 我們叫這個雞和餃子 都是自己做的 這個小燕子 吃雞 吃雞 又吃雞 對啊 我們每一次都是吃雞 裡面很juicy 很多肉質 如果它外面再炸脆一點 非常一流 我們試餃子袋 這個餃子皮很漂亮 我覺得還是可以脆一點 但是如果它脆一點 我覺得蠻好吃的 皮很薄 先說這個小丸子 哇 我覺得日本好吃一點 小丸子 這個看一看大家 這個麵豆吸水能力都很強 所以大家要快點吃 如果不然就會吸收所有湯 沒有湯喝了 而且麵都會開始炸脆 所以要快吃 我們嘗試這個拌麵 這個麵很整齁 不過它麵變硬了 我喜歡硬 這個很棒 這個硬是硬的 真的很彈硬 這個很可愛 它就好像那些鮮麵一樣 這個我猜 SITIKI SITIKI 又蟹 又蟹 那吃完了 我覺得是真的不錯 Suzuki介紹得 非常好 我一開始以為真的沒有那麼好吃 沒有那麼濃味 我就是本着這個 嘗試一下 我們就聘請了 Steven哥 這樣吃完其實我覺得OK 最特別的是什麼 我沒喝過的湯有火候味 就是那些焦焦的 我真的 他說炒湯底 我什麼炒 那出來真的一流的 正的 那大家都可以試一下 這個灣仔的春園街 這裡是 這條街都是一個食肆的街 有很多日本菜 大家可以來試一下吃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追蹤我們IG 和Istagram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下集再見